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地产基金还有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地产运营平台 所以相应的来说就做地产项目特别多 投资的这些地产项目是会是成熟一些的还是 这分成两个 如果是我们有人民币基金还有一个是外币基金 人民币基金主要是投国内 目前为止外币也投入国内 人民币基金主要是投国内的这些 这个一线二线城市郊外的这种养生休闲住宅盘 比较大的有天然的环境的 主要是这种 也有投城市中和体 外币主要是投城市中和体 还有就是商业地产 主要投写字楼 我们运作那种属于那种 就是轻资产中运营的一些运营模式 国内的一个投资项目能不能给我们 做一个成功的案例 可以啊 我们曾经在2005年在北京 这个一个叫原庆和北京 原庆县和北京交界的地方 跑到一个叫原湘美利坚 如果我也是从美国回来 我们把美国西部履宅那种住宅 那种风情引力到那里面 大概有一千多亩的土地 我们大概后来前后分了三星 一共开了一千栋别墅 全面都卖出去了 那已变成一个大型的一个小镇 根据现在我们跟当地的政府 联合推出一种中国全新的概念 就是中国厂政概念 就是有机农场 生态能业区 家 生活社区 这种概念 它主要是给一些有钱人 或者是给一些中上高 就上层的收入的人士提供 比如说中乐 休闲 娱乐 包括他们就要离逃逃入城市的烦销 去过一种舒适生活的这样的环境 大概是北京的市郊 最近美国会的您应该是对国外的一些风险投资也是非常难见的 还是比较的 中国的风险投资业跟国外的一个风险投资 您现在生活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差别 我想就是说这两个行业它都有它的比较疯狂的时期 都有它比较冷静的时期 现在差不多是国外的风险投资现在属于冷静时期 中国风险投资属于疯狂时期 是属于全民皆PE的时代 你拿着机关枪到大街上扫射 你会发现大部分是保下的全部是投行家和PE 我想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时期 首先我去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很好 因为我是香港保健人 那肯定是推荐认为香港居上是更好 但是我们实话实在客观的来说 各有优势 如果到海外上是它最大的优势是 成功的可以有效掌控 就是说这是最大的差异 在国内上是就是千古华山一条道 你只能一条道 那条道走不通就不行了 而且能不能够获得审批 你并不取决于企业的质量 还要取决很多其他的因素 而海外上市它是个纯市场型的 它没有什么行政的这种管理和干扰 所以只要你的企业满足上市的标准 你就肯定能够上市 所以一个就是把握性 有很大的差别 我有客户 后来放弃在香港以后 八年以后才成功的在国内的中小板上市 这个算是成功的例子 有很多半途从此一决不振的也有 这是一点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海外上市还有其他优点 就税务筹划非常好做 你的运营成本相对就举个例子吧 海外上市同样因为在中国经营的和同样在国内经营业务的公司 就同样一家公司如果在海外上市通过一些良好的税务筹划 你的税务可以减少百分之十九 这是另外一个 还有政策方面呢就是 其实都差不多 国内你可以获得一些政府的所谓的上市的补助和资助 但海外你同样可以获得可能少一些 比如说少个五十万 我觉得那不是个大数 如果你能够重用上市那不是个大数 另外呢就是市场上经常 为什么这段时间很多人喜欢在国内上市 因为国内的游戏我们看荒野版的拼非常高 主板小型古板的拼也非常高 但是现在我们看一些发行 看看孩子进行价值回归了 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就甚至低二十倍的发行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跟海外的这个差异已经非常少了 因为海外也就是十来二十倍 这样一般来说 所以相差已经不大了 在考虑收入因素 其实我觉得把握性不是最重要 因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你能不能够获得你发展所需要的资本 决定了你在那个门槛上能不能够跳上去 一旦跳不上去 市场已经发生过了 举个例子 这个乌西桑德 那个施政人成几何时是中国的首富 但是他现在几乎要跌出一百名之外了 那为什么 是因为那个产业发生了变化 那现在再做太阳明就不可能了 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市场的机会 可能比拼高一两倍或高几倍来的更加重要 那你们在选择一个项目的时候 会看中这个企业的什么问题 选择这个项目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符不符合上市的要求 上市有一些例子标的 到海外上市有最大的一个麻烦是 如果你是 就当初商务部出了一个文件 叫做十号文 它限制了你企业 通过反程投资的方式在海外上市 那么这就导致了很多民企业没法到香港 到美国为什么可以 因为美国中国政府会不大管理 他不买中国政府会的账 所以他没有要求你去达到这个要求 但香港因为香港已经回归了 所以香港就严格执行这个十号文 那结果把所有的企业逼到美国去 但是这些企业 因为当初是满足不了香港 所以他还是有瑕疵 所以最后就出了一些问题 那你平时投的一般都是一些地上的项目 那关于现在的房价 房价是吧 房价 中国的房地产呢 我个人的看法呢 是中国经济的抗生素 所以房价就有抗生素的特点 如果所谓抗生素 经济不行的时候 他需要这个抗生素去振奋他一下 因为房价签动的是砖头 手银 钢筋 这种大量的这种设施和投入 那么这些设施的投入过去都是已经大量的 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是过度的投入了 所以你必须要用这根抗生素来刺激他 但是中国的经济又出现这个问题 你长期意外抗生素 那么这个人的抵抗力就完全失去 所以现在是个矛盾 那么对房价的预测 就要基于这个特点 那么我觉得是很看政府怎么看的 如果政府真的是想要把这个经济 这个长期的良性的发展 那房价肯定会下来 如果政府只是想跌这个卡 那可能房价还得上去 所以现在房价 我觉得我看很多城市 大概跌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 不等了 现在还没有回归到这个 经济危机前的这个市场 还在比那个还要高 我觉得还是会有调整 至少直到那个 然后就是说就换届 政府换届之前 还是要有一定的调整 我记得任志强他前一九 他就说就是 现在是买房最好的时期 因为过了这一两年的话 以后就房价不会降下来 会一直长 这倒不一定 这个例子 我有个朋友刚租了一套豪宅 他的租金回报只有1.7% 租金回报率 那个豪宅每平方尺的成本 每平方尺的租价 甚至便宜过人民房 那你想想 这个市场 这个租金这么多的回报 反映了一个真正的供求 当然市场上很多人在讲 这个市场上的需求是 运需求 但是这个所谓的 运需求是你买得起的需求 才是运需求 你买得起的不是运需求 比如说我也想住豪宅 我也想住这个有花园 有游泳池这样的别墅 但是买不买得起 那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买得起 那就不是需求 那么所以在中国一个 从这个真正的供求来说 是供给依求 所以地产的价格 如果没有天量的货币支撑 再加上那么一点 企业就是说房产的这个月税的话 恐怕就得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调整 因为要不它就这个地产 要不就调到租金 回报率可以接受的程度 比如百分之四香港的标准 百分之四要的就是租金 升一倍到两倍 但是目前的男子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 因为通胀 那如果升一倍到两倍 大家都不用干了 甚至都得打到回府 还是可以期待的 对 所以这市场博弈 最博弈的结果就决定了房价 这市场博弈的货币支撑 这市场博弈的货币支撑